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 登登登队 Bob 《爱情》几部曲 包括了 太后追求热戀和结婚 你自己觉得 你最享受的是哪个阶段? 我每个阶段都很享受 因为每个阶段都很重要 你想想 一对外女一起共创 很漂亮的未来 很漂亮的新生活 这件事是很甜蜜的 是 所以你呢? 我觉得我最享受的是追求和热戀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公主 被人捧到上天 那是婚姻呢? 那就叠婚了 好,我们别多说了 马上有请我们今晚三组的嘉宾出场 好吗? 甜蜜蜜蜜组 江华和蜜蜜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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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甜蜜蜜蜜 凌蜜 美女 如何甜蜜? 刚才在这个展映 大家好像对望 好像很笨 对 对望也不简单 对望不简单 因为结婚那么久 你要面对面 挺难的 你知道吗? 平时你们没有什么对望 是刚刚才在那个时刻 才是这样 不是,我们经常对望 所以我们要示范 甜蜜蜜蜜 对望很重要 那当初求婚的一幕 是怎样的呢? 是怎样的呢? 喂 喂 喂 什么? 我们去注册吧 好 就这样就算了? 什么都没有 这样行吗? 哇 好呀…我隔壁… 我隔壁… 当初你经常 一天戴着戒指在袋上 当然戴着 我已经知道我要娶她 好 当她问起你的时候 你有准备吗? 当然了,太猛我演员 有道具 现在有请第二组就是 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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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已经有了事业基础了 说清楚一点 接着多一点 我想她多給一點誠意 你遮住了我不算 這樣說要真的嗎 你要禮真嗎 不是… 供應我? 不,如果我真的要求婚 我不會做那麼多事 我想我會靜靜地跟女朋友… 不如當我是吧 好 其實你很厲害 好 我們就走了 好… 話說回來,要跪下的… 要跪下 要跪下的,對… 好嗎?大家說好嗎?來… 好… 對,你… 嫁給我吧 你立刻有點害羞,嫁給我吧 乖了,所以我們糾纏很久 對,不用糾纏了,糾纏了… 這次要糾纏了,糟糕了 不要緊… 好… 好… 糟糕反擊 好的,謝謝 好,接下來到我們抱抱石祖祖 看看 今天很漂亮,很厲害 你現在扮演祖男嗎? 扮演祖男嗎? 好,麻煩你示範一下 當初被人家說的求婚是怎樣的 對 當男朋友… 拖了十多年了 你都沒甚麼人追的了 都應該…都選擇我了吧 你起碼我會賣花 哇,你猜死了 新年流流… 菊花… 有意思的 花樣花代表希望 我們有希望 那菊花代表長壽 生生細細 是啊 算你了 算了 好發發 我很想知道阿楠 想他怎樣向你求婚 你另一半 有一點浪漫 總之是很高難度的東西就可以了 很高難度,對,祖男做 祖男,你真的要想清楚一點 你怎麼會是嗎? 燈燈燈對,緣分萬歲 遊戲分為三個回合 有八位有緣人的外形 到各人的背景和性格 考驗嘉賓的眼光 選出真正的最佳愛女 選好四對深水配對 而沒有作出過改動 還可以得到額外的獎品 本輯節目獎品獎金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 瑞士Cornwatch金漿系列 自動機械碗標及獎金 總值五十七萬一千 Double Seven流行服飾禮券 總值五十七萬 深圳沙井麒麟山景大酒店送出 商務套房食宿禮券 總值六十萬六千 韓太麗芯集團有限公司送出 高麗芯禮盒總值五十七萬八千 香港榮華餅家送出 中式禮券券,總值二十二萬八千 憑外貌和打扮 三組嘉賓要選出 他們認為外表最搭配的一隊 立即約請我們八位有緣人 浪漫登場 阿慈 阿Dee Alphus 還有Matthew Alu 瑩瑩 Momoko 還有Emily 八位有緣男女 已經和大家見過面了 是時候請我們的超級電腦 看看他們怎樣配對 好 謝謝 把八位有緣人合拼出來的組合 合不合阿緣呢? 首先是… Emily和阿慈 我想射她 Emily好像避開了她 阿Dee和瑩瑩 瑩瑩有個兔子牙爆出來 很可愛 其實兩個都挺合襯的 Alvis和阿Lu 阿Lu正在引誘Alvis Matthew和Momoko Matthew好像很嬌 憑外形 大家覺得誰跟誰最合襯呢? 馬上開始我們的燈燈燈隊 緣分萬歲,請配對 電腦配對出來的組合 是給大家提示 還是亂點鸚鸚來混淆幾位嘉賓的決定呢? 好像有點不見牙齒,對吧? 我覺得四個女生都比較配我 阿Lu,阿Lu應該是誰? 阿Dee 好,就你們了 我選這個 甜甜蜜蜜組已經選好第一隊 是Matthew和Amany 看看他們怎樣看法 我真的看樣子完全不懂 我看照片是因為兩個笑容 都是不見牙齒的 例如高度,身形都配 對,都配 我不是說配 那你覺得你跟老婆是否配合? 那你… 你怎麼說過你? 你說是配合 你怎麼說? 你們兩個那麼不配? 你們又做主持 我不用對著她 我們才做羨慕而已 對,我們一收錄錄就各有各的 是啊 剛才我問你,你覺得你跟老婆是否配合? 我跟老婆都是配合的 你覺得是否Kidman的外形 或者性格吸引你? 當然不是 是哪一種吸引你? 是她的內臟味 內臟味 我覺得這個女子很有禮貌 Kidman當初看到阿光 是否真是英俊吸引你? 是嗎? 其實我又不覺得她是英俊 不是,這樣也不英俊? 但我只是覺得她很熟臉 其餘兩組都以阿Lu做目標 她們的選擇是怎樣? 馬明說男生阿Dee像迪爾達 是的 我也說過 然後阿Lu又像舞蹈員 覺得她們倆都是跳舞的 所以一批 她們像曾經拍拖 剛巧在這個節目中相互 有點尷尬 你這樣說嗎? 馬明會否處理 你自己選另一半 你會否首先是外形吸引你呢? 是的… 我只是很膚淺 我看著我說話 你不敢看著我 很漂亮的就對了 如果我認識了誰比較漂亮 兩個都這麼漂亮 真的要選我比較漂亮 我跟馬明是誰比較漂亮的 你這樣說話 你這樣說話? 對 因為她們的回答 兩個都這麼漂亮 兩個都很漂亮 對,跟漂亮… 那我跟馬明是誰比較漂亮的? 又不同,是漂亮的 是否不同,是漂亮的 當然是馬明 你問來得多餘 你自己選另一半 是否穿著外形 還是內涵比較多? 我兩樣都會穿著 首先,第一眼 我覺得當然是外形 哪有款式 哪有款式,最急問你 哪有款式 我覺得最重要是衣著 要絲絲紋紋紋 對,洗妝不錯… 洗妝不錯,但不需要那麼濃 總之是絲絲正正 我可以脫… 你怎樣脫,別人都不會選擇 不是…我訂了一個好老公 是老公 小小小覺得Lu和Alphys比較合襯 剛才那兩對 都稍微有一點距離 你看看他們… 你一說完,他馬上… 唯獨這一對是站得近一點 真的,是嗎? 一來就離開 現在特地做回來了 而且他們沒那麼尷尬 高位肥瘦兩個 站在一起,可否看? 我不知道 其實很多時候 我都不是看外表的 是 我們知道你 阿蘭,你看到祖南的時候 有否因為她的外形 就離開了 很可愛 或者是很煩羊 很可愛 他會覺得很接受 也會接受的 接受的 對,可愛的 祖南一提到她的女朋友 阿蘭,簡直的樣子很濕 祖南,有否在你面前說過 其實阿蘭,我喜歡你美女 最初追求時也會說過 不過他強調喜歡你的內陷 比外面漂亮一千萬倍 我喜歡這種人 Ben哥,當初看到嫂子時 怎樣呢?有否感覺 一定是外形先吸引 因為最初還沒交談 一定先看 很老實,外形一定先吸引 那一刻第一印象是怎樣 就是覺得這個女生這麼有趣 經常看著我 有趣而已 我記得某一次她說 拿鎖匙扣給你 拿了給她 然後她換了我的鎖匙扣 她留意到我的鎖匙扣很殘舊 她換了給你 很細心 好,我知道有些東西了 就是,一個鎖匙扣換了一把鎖匙 會不會是家屋回來 會不會是家屋 就組織一個幸福的家庭 是嗎? 謝謝 謝謝 第一個回合的緣分萬歲 三組嘉賓各自配對了 究竟他們的眼光準不準呢? 馬上開始我們第二個回合 燈燈登對,門當門對 她是阿慈 她是一位急正式的登記文員 她面對陌生人是現場緊張的 她思想比較搜狗,但很傳統 我自己覺得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不是說分手,說離開 而是要想辦法解決 想方法令大家更加長久 接著另一位有緣人就是Lu 她是一名自由身的演員 最喜歡看電影 但說自己沒有設計天分 最喜歡伴侶就是風趣和幽默 我覺得一段關係裡面 最重要是你要為你的對象 而感到驕傲 只要雙方都覺得自己的對方 感到驕傲的時候 有一點關係就會長久 接著出場的是Dee 她是一位舞蹈員 她是街舞的舞者 她不喜歡看書 喜歡搶風頭 她理想伴侶要求是 避高,臉尖,性格溫柔 我覺得這個世界叫做Soulmates 即是靈魂伴侶 我相信每個人的生命 總會遇到這個人 而我們的生命那麼好 就要找到這個人 這個就是愛情 她是一位中泰混血兒 她最喜歡設計、插畫和動畫 曾經在台灣留學 她最喜歡她的伴侶就是 夠男人和大男人 我覺得男朋友 其實不需要看得太重要 因為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人 如果不是她的話 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其他男人 會適合你 所以大家一起輕鬆一點 不需要那麼緊張 在愛情方面 Alphys是一位動畫電影執行導演 曾經在法國留學的 他很喜歡釣魚和打乒乓球 白世修來同船渡 千世修來共走滅 我覺得是無關的 還要有感覺 日下有緣分,沒用的 Momoko是一位自由工作者 活潑浩動的性格 很喜歡畫水墨畫 希望伴侶有上進心和正義感 我覺得愛情 應該沒有負擔和束縛 因為有了這兩個因素 愛情就已經不再是愛情了 接下來出場的有緣人 他是Matthew 他在村屋長大 他很喜歡大自然 他是一位業餘的舞台劇演員 喜歡搖滾樂、玩結他 性格很狂,但喜歡小動物 我覺得拍拖是一件很貴的事 但拍拖當中你賺到的東西 是值得多於付出的錢 Emily曾經是機場的地勤 現在是考評局的主任 希望伴侶給她多一點安全感 最喜歡就是音樂 曾經都是樂隊的鼓手 如果問我對愛情的看法 是想要一張長期的飯票 還是浪漫的愛情 我當然會選後者 因為我是雙魚座家 你的問題就考考一下頓康 看看你們對戀愛時的看法 是怎樣的 問題是問甚麼 你的伴侶跟前度約會 你們有甚麼看法呢 慈哥 我會讓她去的 但我會跟她說得不明白 我其實不喜歡 但我不會阻止你們正常社交 你怕甚麼呢 我覺得她的前度 從延伴愛火感 其實我覺得有個危險性 沒有甚麼信心 你不讓別人做 你自己做不做 你會不會跟前度約會 老實說我已經很少見到前度 因為那些是破壞了 類似 那是你的人品還是權 其實我可以的… 但其實我不喜歡 甚麼 剛才她的目的要坦白告訴我 我清楚了 相信你我就沒問題了 除非有一個很強的理由 我覺得你們可以單獨外出 交修一些東西 可能那些甚麼鎖匙 可以…但不要吃飯 為甚麼不吃飯 一吃飯就坐一整個小時 你對自己沒有信心 還是對她沒有信心 其實… 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但我對前度不是很有信心 如果你說分手10年 那就可能… 見也沒有所謂 見了 但如果剛好分手的話 你就見她的表明是有些東西 要麼就叫我 非常介意 你會否一起出去 遊玩一起出去就完全不介意 可能她很想追回她 你會否怎樣 如果她在我面前都這樣表達出來 我覺得很欣賞她 我會…首先會表達給她聽 即是我不喜歡 如果你這樣還要過去的話 那…沒話要說 即是…你喜歡就去吧 你說我會否不開心那些 是一定會的 因為女人的妒忌心是很重的 即是告訴你 我不介意 就去吧 其實是假的 會否看她以前的女朋友 有少許妒忌 因為有99%的女性 一定會想知道她前度的樣子 或者她之前做過甚麼 她們為甚麼會一起 那你算不算是99%的人 我…誰都知道 不是… 我絕對不會… 即是不會讓我… 另一半… 另一半再見前度 我也不會見 那如果你發現你的男朋友 還保持著以前的女朋友 送給你的東西的壞蛋 那你會不會生氣呢 很生氣的 很生氣 如果是金條,你會不會生氣 Emily,你說真的嗎 你說真的嗎? 如果是金條… 我會 立即開始我們這個回合的 燈燈燈對,門當會對,請配對 我覺得要是Momoko,要是瑩瑩 好… 瑩瑩,瑩瑩比較活潑 跟阿Dee也很搭配 Alphys是動畫電影的導演 跟Lu這位幕前演員 論職業好像挺搭配 你拍幾次 對… 好像選擇心肚一樣 你選擇 咦?有兩組選了Matthew和Emily 首先聽聽甜甜蜜蜜組怎麼說 但Lu喜歡她的伴侶風趣幽默 但阿慈比較… 保守嗎? 保守內容 你知道保守的人很好笑的 是嗎? 是嗎? 其實世事的東西 往往不是那麼如人意 是 女子說我想選一個男子是這樣的 但往往又是選不到的 其實… 可能被其他東西吸引了 就是了 我知道兩位當初在單身的時候 完全沒想過結婚生子 做了家庭那些 是我太太而已 因為其實我跟她結婚才知道 她跟我說的是我一生人裡 我從來沒有想過結婚生子 自從遇到你之後 嫁給你 是 你真是浪費嗎? 不是 千萬不要這樣說 我只是說說她的事實而已 是嗎? 剛才我們討論的問題 就是跟前度約會 怕不怕你的伴侶有甚麼… 這條問題真是好的問題 是 當然是介意 但到老公是有信心的 其實是有信心的 只不過是說 到時你不知道對方會做甚麼 我這件事你真的在這裡說我才知道 原來她是害怕的 我不是害怕,我是不給 謝謝… 天天令人組上一回合選了阿Dee 陪阿Loo 不過現在就改了女生是瑩瑩 第一個回合你改了 是的 第一個分手了 前度 我說瑩瑩的性格比較好動 很活潑 我覺得阿Dee也是跳舞的 所以我覺得她們兩個性格有點像 現在你第二個回合 選了Mathiel和Emily 又為甚麼 男生說話的時候 Emily完全不會理會 只顧著… 你看這樣 看周圍也不會理會男生說話 直至Mathiel說話的時候 Emily終於有一點反應 懂得笑 我們看到Mathiel很喜歡穩樂 對 喜歡玩結他 Emily是她很熱愛音樂的人 層次樂隊鼓手 兩位又回應一下我們這個問題 是否介意自己的另一半 跟前度約會 拍攝 我會介意的 我覺得沒甚麼特別 都不需要再見面 我又不太介意 我經常覺得是你,是你 不是你,不是你 你要見一見就走 你這麼大方的 對,她要見你 她騙你說不見 她平時都可以見到 那… 緣分就是… 你見不見前度 看她是否介意 不介意的話呢 不介意就有時吃飯 抱抱細小組 選Dee配盈瑩的原因 跟之前那組一樣嗎 阿Dee和瑩瑩都比較活躍 浩洞那些 會有一點 而且瑩瑩喜歡夠男人 有大男人 我覺得阿Dee也挺男人的 阿Dee很男人嗎 她跳舞的時候 會脫手脫鎂 我沒有想到這個點 只不過是將一些 沒可能的剔除 我覺得這個最有效 我剩下這兩位 對,只有瑩瑩和Monoco 剛才有些我沒甚麼把握 若前度女友出門 你介意前度嗎 我覺得我會有點介意 而且大家都有這個緊守的地方 就是如果要約一個女生 或者男生出門 儘量沒有單獨 你們倆為這件事 也不會吵架 因為大家都很信任對方 非常信任 對,有時對方拍戲的時候 甚麼都好 都會說出身邊有多少女生 不用吧 她又向你報道 你會向她報道嗎 也會報道的 這樣嗎 Bang哥,前度 我們有一個默契 就是不過問對方以前那些 不,我愛的是現在的她而已 我記得有一次 剛巧我遇到我以前的女朋友 離開之後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以前跟她拍過拖 她說,幸好你沒有選擇 你覺不覺得自己是一個 很吃醋的男人 我太太跟前度去街 我一定會介意 但我想我現在的信心 我已經建立了這麼久 我知道她一定不會 我老婆會喝醋 她會的… 但我猜不到她這麼喝醋 但她生氣的時候 我會覺得開心 她真是這麼入氣 話說回來,三組嘉賓 竟然配對兩隊 對,而其他外女 又如何被人配對呢 記住繼續留意我們的 登登登隊 再見